詞索 括弦彦 詞领帆 作詞曲 孷 incom cancel 曹瀆 詞曲 編曲 scattering 詞曲 編曲 譚詞 undertaking 詞曲 aan 01.01.19 怎麼說呢 這裡就不看 中国就是佛教国嘛,大家就都是佛教徒 那么一定要专研究某一宗才谈到哪一宗 大家很忙,大家还愿意来这一点我们很欢迎 对于大家这种重视马的精神也很敬佩 不是旅游啊,我们还是想要有机会啊,就想在这个画上嘛 想多多制造一些,这个精神是非常可贵 而且今天是一个很殊胜的日子 今天是这个文殊菩萨圣诞 那么难得,我们来美国来得多是吧,大部分都是美国来得多 大家是从海加的双方,地球的两面都坐在一起 那这个文殊圣诞,他一起来谈论佛法 这个都是多生的因缘 不是过去大家,每个人和佛结了很深的缘 而且我们比大家,你们之间彼此的缘 我们之间的缘,都不是一生的关系 都是过去生中已经有过因缘 所以今生才能够这样相会 大家晚一点没有关系,我们顺言 顺言 我就是这么考虑,我说这个时间呢,我们要随便这么寒暄寒暄啊 随便漫谈啊 那么也可以谈得很热闹,但是很容易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所以我做一个建议,正好大家的意见 因为文殊大师的圣诞 我们都在一起,来赞叹文殊菩萨 大家同意不同意? 同意 同意,他们就分书 这个我还要喊一下我的小孩子,再拿两本来 这个门一开就行 这门一开就行 一开就叫他们再拿两本来 两本 叫拿两本这个静修铁 三十二爷 三十二爷 三十二 三十二是这个静修铁药的三十二 静修铁药的三十二,对了 你这个是长寿口,都是透透的 三十二,静修铁药的三十二 三十二 这个茶水在这里,喝担心 不客气,不客气 这招呼都不做不到 三十二 这个静修铁药是其实我的老师,夏连居老居士的著作 它这个,所以称为静修铁药 是修静土中的,这个最快的,最重要的方法的内容 它成为静修的节药 我说这个不多,这个薄薄的就几叶 要是修的话也很容易,只要三十二个头 所以简征三十二半,很多人修这个 有些人修得很成功 它这个不光是静土中的道理都在里头 就是整个一部佛教的精华都在里头 所以今天也等于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有很多大家已经接触过了 如果没有接触过,我回到美国就好找 没关系,到处都这种猪啊,无量受精啊 印的后头都有 所以就是说,这个可以自己常常看开 可以常常来修,常常来拜 那么今天借着文书圣诞呢 我们讲里头的一条,三十二条在一条 这一上来,第一句话是一心观礼 这个一心两字是很重要 所以这个阿弥陀经 就特别指出要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啊 所以修法修道啊,是一心理一心 那就整三枚了 我们浅说呢,我们现在的修行人的这个地位来说 我们这个一心观礼呢,就是我们这个 正在我们在这个念这个的时候 或者我们在礼拜的时候 我的心很单纯 只是这样一条心 只是这样一条心 但是没有想到其他的问题 没有想到啊,事件啊,职业啊 或者是投机啊,或者是做生意啊 或者是恋爱啊,或者等等啊 儿女的生活婚姻啊 都不在思想上 我现在我在礼拜,我在观想 我就是一个心,全部,全心全意 在做这件事情 只是这样一个心 这就是一心两字的最粗浅的 我们的下手的做法 啊,我们在修持的时候 就把一切都放下了 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心一意的 在这儿观想 观是观想 我们想啊,这个时候 所以这个,我们一边在礼拜 一边就想到佛菩萨就在我们的对面啊 这个想叫做观想 啊,观比想细一点 啊,但是总之呢 我们要是不能做 不能,不到观的那个水平 想谁都会 我就想,文殊菩萨在我面前 我就想这个寡阿弥陀在我面前 这都可以做嘛 有的时候 一个很好的老朋友 多少年不见了 想一想啊 这个人就好在我面前一样 这就是观 是不是啊 一想嘛,这个想法就出来了 如在目前 那想佛菩萨还是这样呢 就很好了 是不是啊 啊,所以粗一点的 要用心的叫做想 无心的叫做观 观嘛,更高级一些 观是这个字的意思 文殊菩萨是法王的长子 所以国家皇帝要立太子的时候 一般的规律立长子啊 不立长子往往就是 大家不太平了 长子年岁大啊 他也有取得一些经验啊 所以除非特殊原因之外 一般是不立长 一般都立长 所以长子 就是继承 继承皇位的 那日本 日本的这个风俗 他的这个家财 都传给长子啊 啊 这个父母的这个遗产 全部给长子 王二老三 就只好将来去到 扩人家去当女婿 他这个不能承受遗产的 是吧 这都是风俗 这个 这个文书是什么呢 是法王的长子 法王就是仁伯了 释迦牟尼佛佛说啊 我为法王啊 于法自在啊 我是法中之王啊 对法我是自在的 不是啊 因为这一切法 都是释迦牟尼佛说出来的嘛 大彻大悟嘛 一切都解脱了 一点受佛 一点烦恼都没有了 我就自在了嘛 是吧 法王嘛 法王这个 这个 也是要传下来啊 是吧 过去有佛 现在有佛 法王这个佛 将来还有佛 啊 这个法王 既成这个法王的 那就是法王的长子啊 那长子是谁呢 这么多大多子啊 这么多大多子啊 无量无边啊 而长子是文书啊 这是法王的长子 为什么文书不算法王的长子呢 难道这个佛有子有孙有大有小 不是这个意思啊 啊 就是说他必然 他要继承成啊 这个佛的这个大觉的这个觉位 这样说他是长子 这样说他是长子 他大辟语 你不说佛真有儿子 那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这个就是赞叹文书 那文书为什么他就是一定是佛的长子呢 因为大智文书啊 文书代表智慧 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啊 智慧我们是最主要的 智慧 我们要这个智慧 啊 这个实际应该说是般若 啊 这个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啊 就般若 般若 我们勉强把它翻译成智慧 这个是勉强的翻译 我们在我们这个汉语里头 没有个适当的字 和这个波罗完全相当 所以就不好翻了 所以智慧两个字不大过 我们很容易把这个世间的聪明才华 啊 这些东西当作 只说这人很有智慧 那这个智慧不是波罗 所以我们有别于这个智慧 有什么就加个大智慧 那么来说这是相当于过热啊 这不是一般的智慧 啊 所以就是说是这个文书 为什么是做法王长子 因为文书是大智啊 地道王菩萨中各有各的特点啊 观音是大悲观世音嘛 大悲嘛 是不是啊 文书是大智嘛 地道王菩萨是大怨嘛 地狱不空我不成佛啊 啊 弥勒是大慈啊 大慈智啊 大慈智啊 他成佛都是慈心最福报最大 他成佛都是人都寿命八万多岁 这地下自然长东西不要劳动 这个地球那时就变了 那福报啊 大慈子大福啊 各有特点啊 这文书是大智 因为是大智 所以是法王长子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 一方面赞叹文书 一方面启发我们 要重视这个佛是吧 所以成佛就是 成了涅槃了 涅槃有三德 有三个德 一个德是法身德 我们本来都有法身 就法身成了法身佛了 法身德 一个是解脱德 或者严格一点 解脱德 有烦恼你就孔荡起来了 不自在啊 不解脱啊 这一切烦恼什么都没有了 就解脱了嘛 解脱等佛还有烦恼吗 都没有了 就解脱了 再一个德呢 就是伯舍德 我们都有法身 但是我们法身不嫌 而现在是背在殊博之中 不得解脱啊 怎么才能解脱 我们也想解脱 我们要解脱啊 我们缺乏伯舍 能有智慧就解脱了。观世音菩萨,心生般若般若美多时,召见五蕴皆公,度一见苦。 就是这么解决的。但是心生般若,心生般若这个时候,五蕴皆公就召见了。 召见了,度一见就出苦了。所以我们要证最后的成就,证涅槃的德。 法身是我们本有的,使法身能够显现,要靠智慧。 我们要得到,我们本来没有术博的,可以我们这个妄心,使得这个法律,把我们捆起来。 我们得到自在,得到自由。 那么要解脱,那就要形成菩萨,菩萨,蜜多时,召见五蕴皆公,就解脱了。 就是靠博热,所以博热中套。 法身三德,这关键,就是博热上。 因此文殊是大致,所以他就必定将来成佛。 而且是最先成佛法王,是张子。 实际要说起来,文殊过去已经成佛,现在也成佛,将来还成佛。 今天时间不很多,我们就不强行介绍了。 有一句已经够了,法王张子。 底下一句,七佛之师啊。 他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徒弟,他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啊。 不光是释迦牟尼佛,他七佛,七佛他都是老师啊。 释迦牟尼佛说,我就是之所以成佛都是英语文书的教导。 那么这个也是表法告诉我们,佛之所以成佛,就都是来与佛是吧。 七佛,七佛也不要我们看那个小学生念算术式,七佛就是一二三五六七,伸七个手知道。 七在佛法上那个字很重要,你看,大念佛七,禅七,都是七。 啊,这个人们过去了做七,一七二七,就是七这个数字。 啊,在佛法上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数字。 七代表一个,啊,这么一个,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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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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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彌陀佛的,也就是文殊的圣号 这个阿弥陀佛有很多圣号啊 阿弥陀佛又好无量光佛,又好无量寿佛,又好甘露亡佛,又好无量清净佛,又好平等觉,这好多好多名称啊 又好甘露亡 无穷无穷的名号 文殊也是如此,这个圣庙极强无穷大圣,都是文殊菩萨的圣号 圣庙极强,圣是书圣啊 庙,好到了没有法子说了叫做庙 这个没好到你们无法形容了叫做庙 书圣为庙,庙极了,最庙法莲花境啊,庙字啊,庙字啊,庙字啊,圣庙 极强啊,大极强啊 这个波尔老师最极强啊 我们这个鱼吃是最苦恼了,是不是啊,所以我说什么病都不怕啊,就怕这个最后糊涂了啊,鱼吃了啊,这个大致文殊是圣庙极强 所以我们常常看就是庙极强菩萨,整个一个字,那就是文殊菩萨,庙极强菩萨 不够大声啊,西伯之士还不是大声啊,无够啊,他没有够然啊 所以这个六祖啊,大家都知道禅宗的祖师啊,六祖啊,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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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五祖给他讲经来清之后,大辙大悟 那就是说了,何其自信,本自清静啊,我哪里想得到我自己的本性本来就是清静啊 本来就是清静,就是从来没有染污过 从来没有染污,所以成为不够大声啊 所以这个智慧,说到最彻底的智慧是什么 就都是说的是我们自己的本性啊 上次来的那位,他是这个修法华,他是法华,法华遗珠 就是说,每个人,法华就像每个人省衣服都搁个珠子 你自己不知道这个无价吧,我还以为我穷得很到处坐牢坐苦力 赚一点钱,得过是才知道这个宝贝就在义不利了 这个屁就是说吧,我们人人本来就是活啊 所以这个波折就是说是,让我们明白这些,显明这些 我们的自信,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心 本来就是清静的,所以它本来就没有够物 它不会染,不会在那个镜子上,蓝墨水碰上去,红墨水碰上去 不会,不会把镜子染掉 只能在镜子上一时就不清楚,干在镜子上面了 将来你把它擦掉,擦掉之后镜子还是那么亮 它不会染污的 所以我们这个心,虽然在这次众生中轮回 它总是不会染污的 所以文术就正代表了我们这个根本质 代表每一个人的妙明真心,每一个人的佛性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上 所以这是一个,正知道自己有佛性 这是最大的智慧 这都是以前赞叹了,从他的功德来说是法王长子 从他过去的这些大的成就说是欺佛的老师 那么他的圣号是圣庙吉强,无垢大圣 这个名都是表德嘛 名字就是表德嘛,因为德无量,所以名字无量 所以我们是万德鸿鸣 敬祖宗是万德鸿鸣,这个名字是万德所成的嘛 因此你念这个阿弥陀佛的时候 这个阿弥陀佛的万德就成了你的德了 这就是最出生的事情啊 所以什么叫做基文书歌,这些德啊 这些德就是好好的这个名称啊 底下就是说他这个文书的愿啊 文书歌是什么愿呢? 是愿共众生同生极乐 他愿意同众生一起都生到极乐世界 这个大家就问我怎么知道文书是这样啊? 文书他有他的发愿记者啊 我们都知道普贤菩萨发愿往生了 为什么? 都念普贤心愿品 普贤心愿品里有字句 愿我灵于命中时 愿我灵于命中时 我一切的种种的障碍都消除干净了 我就当面见到了 见到了彼佛 极乐世界的佛 无量光就是无量数就是阿弥陀佛 我一见到阿弥陀佛 我就可以立即往生到阿弥陀佛 极乐国土 这个愿文多清楚啊 这是普贤菩萨我们都知道 文书大家也不大知道了 文书自己不大知道 这都是经典都有的 文书他就是变了五言了 普贤这是七言 他是五言 愿我命中时 愿我命要中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知道 咱们这个修净土的人 往生的时候 你是现身见着阿弥陀佛 你还没有命中 命中之后死了 到了中阴身那才是 隔世了 投胎就更是隔世了 你在快要命中的时候 你还是处于今生 不过今生就没了 在这一生就见到佛了 这就是这个 敬佛法门 这就是罪有 不把我的这个法门了 文书我命中时 禁除诸障碍 障碍都除了 面见阿弥陀 我听面见着阿弥陀 就往生阿弥陀 你看 他找到每句话 找到两个字 意思一样 所以这个 咱们这个世界上 释迦牟尼佛的 做普悠批一边一个的 大菩萨文书和普遍 都是要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今天我们看他一举手 还有这个净土中的人多 所以他这个就是说 这就是文书只有这个愿 而且他这个愿我们要重视 他说愿共众生阿 我要同众生阿 同这个一切的众生阿 这个六道的众生阿 是同生极乐 不仅仅是我生阿 大家都要生阿 所以极乐世界它是一个大声的法门 是个利他的法门 所以要求生净土 都要发一种这种利他的心阿 愿一切众生都能够生阿 而且他这个非常出圣阿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往生极乐的好处就在于 他是让你最快的来实现你的往生的 你的这个利生的度众生的愿望 人都有度众生的愿望 你这是嘴里说 或者寄托于几万年以后 这个就没有多大的意思阿 你应该是积极争取阿 我要很快来度阿 你怎么才能很快来度阿 那你的往生的极乐 你见佛闻法 你再到各个世界 就可以分身沉煞 分身到个无量的世界去度众生阿 而且你见了弥陀之后 你已经闻了弥陀说的法 你也开悟了 所以你所给人家讲的都是正确的 都是最好的方法阿 你也就会劝道劝道他们 都度往生极乐世界阿 这是一个阿 这个所以就是一切众生同生极乐 所以这个就是把阿 把我们人生的一个大悲剧 变成了喜剧 把一个隐别离 变成了一个大团圆的开始 不然人人都是说到了这个最后 这是最苦痛的时候阿 生离死别阿 是个悲剧阿 然而它变成个喜剧阿 它这个是真正生到极乐 是隐生阿 而且是有一个人去到了极乐 他在那修饰 加持他的眷属 就可以使得自己的眷属 一个一个都得往生 正在极乐世界大团圆阿 不然今生一切最新的眷属一分手之后 将来谁认识谁阿 不会再认识阿 所以古人说是锅蒸旧母肉 是鼓打外婆皮嘛 结婚阿 结婚的时候呢 他就搬起事啊 请客 锅里煮的沙拉猪啊 煮猪是旧母的肉阿 结婚上插了个大骨 骨是外婆的皮 他说变了牛 牛扒下来 谁认识 谁都不认识了 这与无相见之妻阿 不但无相见之妻阿 他还在那吃着肉打着皮阿 那么这个他就不一样了 你这个都可以啊 辗转度佛呀 都等度到极乐世界啊 所以这个善道大师说呀 善道大师是弥陀王华神的 他说如来所以心出世 佛为什么要出现到世间呢 唯说弥陀大怨海 他唯一的就是要来说 阿弥陀佛的这个 发到大怨的这个海啊 所以现在大家这个 无量寿经在海外 很得到提倡 大家要不少什么在念啊 这个很殊胜啊 弥陀就是要说 弥陀大怨之海 真正讲弥陀大怨的 就只有无量寿经啊 这个阿弥陀佛 过去世子在世 世子在世王国海 他是国王 是世饶王 都给我是出家了 然后发怨 后来怎么发到四十八怨啊 这个独合的成功 就只有在无量寿经讲得最清楚啊 所以这部经就非常重要啊 那么这个四十八怨里头 这就是第十七怨就是 诸佛都要称赞 弥陀的这个大名 而且这些众生闻了名之后 他就愿意去往生极乐世界 乃至你只念十念 你至成的心念十念都可以往生啊 这没错到大怨啊 所以成为大怨之王啊 佛号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呢 所以某一大使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啊 他是全社佛德成自功德 在你念的时候 明就照得呀 你看我们要这个东西修房子 他说上来有一个师傅 第二是徒弟 师傅喊我要水 这徒弟就把水给他拿上去了 他说我要挖刀 把刀就上去了 我要灰 灰就上去 所以喊个名字 东西就来了嘛 食物就来了嘛 而且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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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座是这个靖祖宗的三祖 他讲的一个事最有意思了 他说是这个这个脚啊 崴的筋啊 他要去治的话啊 这个木瓜 木瓜男朋友 木瓜呀 木瓜 木瓜烤了之后来揉 但是过去中国的交通不方便 有的地方就没有这个药 没有这个药怎么办呢 用自己的手带着揉 随着念木瓜 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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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就这个就是念这个名字 就起这个木瓜的作用 就说念的作用 我们会念佛啊 就全设佛功德成字功德 所以这是从果尚祈修啊 这个净土法门的书上 所以因此啊 这个这个 十年都可以往生啊 所以这个文殊佛达同样的 愿共众生同生极乐啊 这是最好的路众生的办法 塞底下这一段 就是文殊的特殊的 他的一行三昧 这文殊般若经 文殊般若经 讲一行三昧 他就是这样讲的 文殊佛达教道的 这个众生只要细心意佛 把这个心 就是专门注意到一尊佛 啊 有的人喜欢啊 什么佛都要念一点 什么菩萨要念一点 哎呀 今天是这个 某个人他今天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是今天这个这个 过去的继臣 念念地藏菩萨 某个人在生病念念要师佛 哎呀 有谁有点什么事 求求观音菩萨 有的人这个 替他念念佛 直往生 就是什么都要念念 这个这样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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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杂啊 那很杂 当然是有功德啊 当然是不专啊 这个文术讲的 这一行三昧 他就叫你 集中在一个身上 你专称名号 你也不要去 去 像秘宗要去做官 像禅宗要去参 啊 参佛这是谁啊 都不要管 你就是 那么阿弥陀佛 那么 那么学密的人 你就是去咒 你就绿度五咒 你就练绿度五八 一样的事情 啊 名字跟咒嘛 但是名字 是佛的名字 咒是佛的金印 啊 是同等的 我们不要在这里 信佛静说 净土宗 我们就好想这个密宗 密宗 净土宗 是密教的先说啊 都是平等平等的啊 专称名号 急于念中 得见彼佛 就在你这一句一句念这个佛的这个念头里头 你就见着彼佛 底下就见着一切诸佛 啊 这个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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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把它全全全全文都引出来 这个是谁就是文术大师的一行三昧 这个叫做一行三昧 什么是一行就是专心在一个国上 大智鸿神啊 文术是大智啊 是这样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一行三昧啊 愿共共生往生极落啊 这种种这是 这大智很宏大呀 很深奥啊 啊 文术 实力菩萨啊 啊 这就是这一段就是拜文术实力菩萨 赞叹文术观想文术 文术特殊的功德 所以我们今天文术大师很多很多他的教化 你比方法华里头他度龙女很快 一会儿不很快就把龙女都度成佛了 啊 七岁的龙女都在法华会上成佛 许多多的啊 那都是由于什么 由于大的智慧啊 啊 那么这个里头呢就是说很简短的 把最主要的和由于文术啊 把我们所应赞的 包括在里头 这里头指出了自心和般若这个的重要啊 般若就是自心中所出来的所建出来的 而自心像珠子 般若就是自己心放的光 而这个珠子放了光 这个光先照到珠子本身 珠子放光 我光出来先照出来 先照着把珠子照亮了吧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这个修宗也说 自从心放光 光要照到本身 啊 所以这个就是在修法上 这是最大的 啊 最直接的 啊 所以不管是禅宗 是密宗 是净土宗 禅宗就是开悟 啊 啊 啊 净土宗就是开大圆满成就啊 啊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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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土宗就是你这个 正 离心啊 是一心离心呢 离心也是如此啊 啊 所以都是相通的 所以这个就是说是 所以今天这一段呢 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 纪念文书 给文书再结一个园啊 啊 就是这个里头 谈到念佛啊 谈到求生进度 所以就是说 我常这么说 修什么都可以 在现在都是好的 我很少劝人家去改变 因为这个你不要修了 就换一样 而一个人老换来换去 这这个 嗯 这就很麻烦了啊 我这个这个 云也不能安心修下去 再老换来换去 最后这种的 一无所成啊 啊 所以我不当然 那就是专心的修下去 修什么都好 但是你 就是 现在已经是末吧 武作恶事 啊 这个时候的 长的众生啊 啊 那只有求姑 都不能不求生进度 啊 啊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我在密宗里头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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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场 练花景色 不是要去升乌精世界啊 我们去讲 还是去都升极乐世界 啊 大家都是 这个 产产也是一样 都要求生进度 所以不管 我们修是任何法门 我们不要说要换哪 要怎么样哪 都要求生进度 你看文书都这样嘛 啊 愿蒙中生 同生极乐嘛 啊 啊 愿我命中食嘛 是不是啊 净除处障碍嘛 啊 啊 面前阿弥陀王王王生 阿洛库嘛 文书都生了花园 我们也已经到花园 啊 所以这里头 我们知道这个般若的重要 知道往生的重要 啊 啊 这今天纪念文书啊 这个 很 啊 很契机的 好 在有很多舞台上回来 你们听听说这个事情没有 好 这个就到这就行了 还有就是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 一个福建和尚在舞台山 碰见文书 你们听见没有 没有 没有 这个也可以啊 咱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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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刚好出唐不来 那又是文书圣诞 说我们他文书 福建的一个和尚 他到了山之后 他就 三步一个头 很虔诚 走三步 革一个头 走三步 看见庙就进去,就礼拜 拜来拜去拜到中间 看见一个小的圆门 写了三个字,金刚洞 说金刚洞,他就跑进去了 那里面很大,有大殿,有藏经楼 我里面很多和尚,很多喇叭 有七八百人,都在那很忙 他说我先到大殿去看看 我就到了大殿 到大殿一看啊,这个大殿上 就只有这个活的座,上面没有活 这都很奇怪啊,活的座没有活 他就没有顶礼了,他就没有看见活 他就围着活的座,扰了三圈,这人简直礼貌 扰了之后,他说我再去看看长津楼 他就去那边走,刚好住门 后面跑出一个小沙米 就喊着,什么什么事,先别走 他很奇怪,我到这,怎么有人知道我名字 对我师父,找你谈谈 我就跟那小孩到后子去了 到后子去了,进去之后看一个很老的人 他在这坐着,他一看见很有德,很恭敬 他顶礼,说你很辛苦了 他三步一头,他说你很辛苦了,你给他坐坐 他坐着,倒茶来给他们喝 他说这很辛苦,他就请留 他说我不想走了,我就在这挂单行不行 老子不行,你就得回去,回你的福建 他就又问,他说你这个大殿上怎么没有佛呀 我这里用不着 他说这个,这个 他这个时候说这是八人 八人就离一切相了 他说八人境界 就不一定要以这个 形象来表示了 我这里用不着 那么后来他就请他说开示 他告诉他四句话 他当时他也觉得好像是普普通通 后来就跟他说,他就告诉他 将来不久啊 这个庙里头没有生啊 这文化大哥给你钱啊 佛前没有灯啊 跟他说了一天 他也没有时空很注意 他已经在拜,他就出来 继续往前拜 拜了之后还差一点没拜完 今天就已经黑天了 这个不能往前走 正好嘛,有一个西藏人 他不是出家人,是在家人 他在上面住 他那有房间,有火 他就到他那 他找到他那个地方 正好,你就在我这吃 我就招待共两大支伴 这边两个就谈天 没事,他知道 那是做伴的时间 他就谈他嘛 他就说是 你们舞台上有多少人啊 有没有一千人啊 这哪里有一千人 有人来打千佛灾啊 我们有各方面去凑 把所有的 怎么吃的都挖出来 这有七八百人啊 哪里凑掉一千人 这个西藏人送 这个福建的合唱说不对 我到了一个地方 那一个地方叫七百多 金八百 你再凑上不就够了吗 他说哪有这个地方 没有这个地方 我都去了,叫金刚洞 再说的地方 他就把旅游的 道游的那些图 还有古代的那些图 都搬给他看 你看有没有这个金刚洞 他一查是查不出来 那几百人的一个庙很大 那不能不飙出来 没有 没有 他说这怎么回事啊 我都去了 那个西藏人说你呀 我看你是奉叶 不是住福子了吧 他这个话一说 他做不住了 他本来已经很冷 很什么东西 预备坐下吃饭睡觉的 叫也不睡了 饭也不吃了 连夜起来又去拜 大姑 感动 他真是见到 真是见到温叔菩萨罗 没有嘛 拜到天亮了 又拜到他那个那个 金刚洞那个地方 这找找不到了 他找不到了 后来他就 又到了 他就下山了 临走之间到个庙了 跟他福建跟福建同乡嘛 跟他同乡说了这件事情 他就下山了 他就下山了 这个福建同乡就告诉 袁测法师 袁测法师 袁测法师在南方 这个是袁测也跟我说过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 笔球尼也跟我说 这真有机制 他一看他写了几句 这只有文书才写得出来啊 他是四句话 这四句话我记不得了 你这个 你是一种看法呢 就是普通讲的 国教这些事 你恒指是一种看法 你直直看也成文 直直看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事 未来的事 啊 这袁测法师就追 追这个福建和尚没追到 所以这就证明 确确实实 他在哪个地方 这个 在唐朝有一个人 遇见叫金刚窟 金刚窟现在也还知道这个地方 也是在那遇见文书 这个 那个不是 他这是金刚洞 他确实在那儿谈话 见到很多很多 所以就是说 现在 你们去了之后 文书还是自己要接 还是要送 但是就是往往都是不认识 哈哈哈哈 不让我看得出来 看不出来也都结缘了 是吧 来喝喝茶吧 我看这个这个 不用客气 我们刚才用过饭 哈哈哈哈 我们这次去啊 回来 我们这次去 武台山也是 那个也是 那个也是很奇怪 我们先是打大太阳 先是阴阴的 然后后来大太阳 然后又打雷又闪电 后来开始下冰暴 后来就是大雪 然后我们第二天 那个就是晴天啊 而我们一路可以看到五彩的云 很技巧 圣庙技巧 你这个再拿 再拿三文 那个那个 长寿灿福明 在里面那间屋子 桌上板子上 这灰盆长寿灿 这个送给你们 这个印了很多了 不过我这个为什么呢 这个是这种本子的 古色古香 这是当年的一个老居 是九十几岁 九十几岁 所以他没写一笔字 念一句阿米古佛 所以照他原来的毛笔写的本子 这得办 所以他给看图 所以这个保留了他自己写的句 这张寿灿 这张寿灿 后头 我后头做了一个拔 也是用毛笔写的 这个就是 现在的书这个这个 这个台湾印的很好 都是现在按西法印的 这个这个是宣纸按古古古古 我们大陆古典的这个风格 可以得人家留着做个纪念 我这段也是毛笔写的 所以也是得毛笔字 这个这个老居士就是 他活到九十几岁 他们父子都往生了 这很恭敬啊 念一句佛大摩阿弥陀佛写一笔 阿弥陀佛才写一笔 所以这个很很安得 每人每人每人一本 每人每人一本 他这集中还是 还是现在就分分分 分吧 你们说你们来十一个人 刚才数了一下 来了十四位 那应该还带一本给谁 带一本给叶曼 带一本给叶曼 他知道 他知道我们的 他让我特别问候 问候你 还有谁没有 他说 我们已经留下空来的话 他一定过来拜吧 他不要过他很忙 不一定要就是 要挤时间了 我们很巧在他这个 刚结婚 我们同船走了 见了两字面 彼此不认识 他也没看出我 我也没看出他 是吧 后来咱就把他名字搞得 我想起来了 他写出了田流士伦 他田字 他不是这个 登爱人的心 他们刚结婚 那时候恐怕刚刚还是蜜月 我们一个一个同事 都是从北京跑出去 到后方去工作嘛 在一个船上 船上走了有半个月 所以那个时候也想不到 他成了什么佛教徒 彼此都想不到 所以等他走了之后 才想起来这件事 这很有趣 所以展演功夫 他那时候刚刚新婚 这就是多少年前了 五十几年前了 半个世纪以前了 他那个 你要想想他也许想得起来 他的爱人说 你怎么这么大胆子 你还把这个书 搁在口袋里头 我在那个西装这个口袋里头 摆了一本这个 英文的茶花里面 在船上没事看 那时候日本人 对这个知识分子 也是很熟的 他说你总这么大胆子 你还敢带这种书 哈哈哈哈 今天就很棒的 旧真本的茶花里 也是 本来是法文 翻译成英文的 我就看着玩 我说好多哦 我看这件事 非常好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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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美国啊 上一次 去年我们也到北京来的 后来就是 田夫人 她看到了 老局次 回去跟我们讲 那我们就很想有机会来拜访 可是听说 没有听说你不见客 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是 现在就是说 一个牌子是挂在这儿 一般呢就是说 尽量 避免一些 时间也是实在是不够用 但是大家这么远来都为了话 所以我们就应当 应当要 首先要保证大家 就不能先考虑自己了 是不是 将来就是这样子 事前一月一月 比方 从洛杉矶有两位来 他这前两年就 就有个人到这儿联系 他预备 就跳个日子 他们是四五六号到 我跳了个六号 那这样我就有准备了 所以事前联系一下 将来 这还是个办法 有时候真正碰见病了 或者真正很忙 多数时间也是可能的 但如果是 只要是有可能性 大家远道而来 总是尽量的 保证大家的 这个心愿 我就是很惭愧 我就很不怕耽误大家的时间 可以的话 我们好高兴 我们好高兴的 那天来了一个人 他也只有三天 他来了之后 他是抽了这个 上半天旅游 故宫的时间 牺牲了 我说你第一次到大陆来 故宫不开很遗憾 他就放弃了 这一切也就是说 现在感觉到晚上这个世界都不妨碍旅修了 所以将来可以这样做 你今天也有问题 有问题大家问吧 有问题大家问吧 下也好 有一个问题 怎么样子能够 我是在修净土 但是呢 就是念阿弥陀佛 但是有时候念念了以后 这个心就跑掉 然后就想到 再回来 回来再念念又会跑掉 怎么能够使这个心 就是说专心 他这个 所以不管你是 就有什么法门 这种心情都是什么有的 所以我们就是开悟的人之后 他悟了之后也有牧牛 打比方 像那个牧牛一样 牛怎么办 这蚕中的话 牧牛是牛跑了之后 就拉着那个江绳 把他顿回来 所以都有这问题 所以现在你不要看这个问题 你说我怎么念这佛他又跑了 你要想到 跑了之后 你会把他揪回来 这个很可贵啊 啊 我不要埋怨我念念佛之后 怎么会跑 因为这个跑他太自然了 这个妄想我们太熟了 这个心一直是也的 他这个没有受过这个约束 他想跑啊 他是很自然的 但是你要说他这个 觉得还应该自己觉得 不要失掉自信了 跑了之后我还想着把他拉回来 我在这个已经跑了 我还又说一句阿弥陀佛 这个很可贵 这不是一种制服能够解决的 所以这个妄想 欲除妄想去一天两 哎呀我要去妄想 你这个思想就是妄想 去了一个天那两 所以念佛 所以念佛功伸 妄想自然不齐 这是一个真正用功后的一个结果 功不伸了 妄想是自然不齐 非抢之是无言 不是勉强 叫他没有 那么有一点可以帮助的呢 就是说 你可以加一点观想啦 加一点什么啦 但是说只要是心收回来了 就还是很清清楚楚念 最好的一个办法 自己听 用耳朵听 自念自听 所以这也等于法文 那让这一句听得清清楚楚 反正这一句你听见了 佛也听见了 你这句就是念了 你现在只管这一句 你不要管一句之一句之间有没有妄想 你现在只要学我这一句我自然听得见 你这句就是真念了 那念了半天你自己都一点听不见 那就不行 那你这一段这个工作做的是虚工 所以利用耳根 所以夏老师是念来自聚 用心听 用心注意在听 你不出声一样可以听见 默念也听见 所以利用耳根实际上就是那个 都射六根啊 你这些根啊都射住了 是吧 自己一根也在射 随着在念耳朵在听 这都射在这儿 所以就容易 大射之菩萨都射六根敬念相继啊 那到相继就得好 就走掉 就自得心开啊 那只要敬念相继 自得心开 那就开悟了 那个心开是开悟啊 那还不是这个 不是是礼仪心啊 那不是事宜心 是礼仪心啊 所以大射之菩萨成就有这种成就 就这么一句去念 我们现在先叫他 不管相遇不相遇 就是一句一句都能听见 听见就是真念真修了 有妄想 就这下台有妄想 我就是收回来 还念 任他妄想分飞 听我念佛分明 你妄想只管乱 我不念佛分佛 妄想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分不分明就念下去 你妄想他乱搞 让他搞去 不理他 那最乎这个念 念听就是我们的本事 只有这 你不要去跟他做豆腐 有的人要压他啦 什么东西 越来越乱 越是嘴啊 你要叫瞪的话 你就不要动 越脚越脚越脚越不会 你不扎子又不扎子 我想请问靖座的问题 是不是 在靖座方面 还是也是 你关于法门比较快 而且容易静不静下来呢 靖座你这个是 是用的是 这个子官 是用的这个 这个小子官的六号名文 还是什么 是用关于法门 你还是打 打都不用打 我是错路门 还是错路门 我是错路门 还不懂很多法门 只是说 暂时 我是以比如说 靖座上来就说 我们就是 就是倾听 不管外面有心意 没有心意 反正就是说 就是不去理他 不去管他 我是想请教 就是说 是不是以这一个法门 比较容易清醒 还是 老居住的经验 还有什么法门 我们可以 就是 学一点的 可以靖座的时候 比较 快乐 这个问题是这样 这个 这个 戒定会 是上古老学 都是好的 所以我们靖座 可以得定 是很好的 但是这个 定和会 就不一样 这个 这个 戒定会 是三种 说强烈就六度 还要加上 布施 戒朽了 持戒布施 忍辱精进 加上忍辱精进 什么 这家人就三个 不就变成六度 打坐是属于第五度是禅定 我说戒定会 那个定是一样的 那是第二个字 再说六度是第五个字 这前五度如芒啊 前五度跟瞎子一样 第六度才有眼睛 所以这个就是 大家都有点搞混了 因为禅宗 就是打坐也是禅宗 不是 打坐是禅定 禅宗是般若 第六度 啊 这是此其一 你这个知识禅定 这还是知识 你要没有般若 不能到彼岸 只能修福 这禅宗的福很大啊 你把多少美金 多少黄金拿出去 做布施的功德大啊 啊 禅宗的功德很大啊 但这个福报 福报要禁了 就是两件射鞠躬 射鞠躬 射鞠躬 所以上得很高很高 但是地心犀利 它又下来了 所以你就是这种福报 你可以享受升天 等你这个福都想完了之后 还脱落 啊 所以问题在这儿 所以打坐不是不好 啊 也是国家里需要的 但是光是这 这知识修福 啊 这个 还没有眼睛 啊 这不能是波罗蜜 啊 这是第一个意思 而第二个意思 如果你打坐 就坐下来之后很清静 在这个时候 你或者念佛 或者喜欢持咒 你来持咒 那这就不一样了 因为你现在打坐 是完全靠你自己的力量 是不是啊 靠自己的力量嘛 而且自己这个 无始以来的冤孽 种种的 它是不甘心你解脱的 所以佛释迦牟尼佛说 在冷眼镜讲嘛 你要不用咒来加持你 你要靠打坐 能得到解脱是不可能啊 他这个他来缠绕你啊 所以必须要依靠 靠他力 所以念佛是他力嘛 上弥陀的愿力 上弥陀的名号 弥陀的功德 所以一个好好念佛的人 说阿弥陀佛从极乐世界 派25个菩萨来保护他 随时随地的保护 你跟打坐就不一样了 所以在这个里头呢 就是说 具体在禅定上怎么用功 当然也有很多 但是总之 你还没有出禅定这个范围 还没有出前五度 还没有出过这个修复的范围 还没有出过就是纯粹的固定 难免有磨绕 所以如果利用这个打坐的这种羞耻里头 或者是持佛号或者是持咒 这个周末就要真的不要乱学 现在是在美国这些传咒的太乱了 也太不像话了 简直不像话了 那样就还不如不念了 所以就是说还是净度稳当一点 就是说这样的话 做起来 很多人也这么主张 你净坐之后来念过 这个就是最稳当的办法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的心也是 我是说 当然我们也要念佛号 但是呢 是不是也可以从净座里面 来增进我们的清净心呢 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方法 希望我们达到 我们也可以念一个 就是普通一个普通咒语了 像我 最近我是念整体咒了 这一面打坐 等于念整体咒 念的不念的时候 想不念的时候就静下来 那我是想请照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你已经有了咒了 你在念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清静下来之后 你清静一会儿 你能看清静多久 你就是任意他去清静 完全都可以 但是这个里头就是要注意 不管出什么境界 都不要去管他 好的也不要去管他 坏的也不要管他 摩蓝也不要管他 摩蓝也不要管他 一切不管他不理他 所以这个就是说 这个 这个 不要勉强求这个大做的时间长 但是很清静的时候 永安人就坐下去 心乱了之后 就可以下做 你已经有咒在前头了 他这个念 准题的功德很大嘛 这个是念准题 还是一念准题就到 所以 所以各个本尊 他都有各个他的愿力 不一样的 准题特殊的愿力 这一念你就到 你念不好 刚才说 阿弥陀佛派25个大菩萨保护你 所以各个他都有他的这个特殊的优胜的地方 写密原童看过吧 那你完全看完的 看谁看的 念准题的人可以看写密原童 因为还可以说 写密原童 专门讲准题咒 他赞叹这个准题咒 那个增加很大的信心啊 念准题咒 不要念那么长 念个咒心 念个咒心就够了 准题 准题跟六次大明咒的因缘很深嘛 那准题也可以念六次大明 这念咒之后的 然后再静坐 这不就结合在里头呢 一边念一边静坐 一边静坐中一边念也是可以的 这都可以 这两个都可以 那你不是单纯的去打坐 单纯的去打坐 这个有时候是很 对 有时候不很平安啊 要这样的 嗯 请问老爵士 嗯 我们如果修那个净土哈 除了念阿弥陀佛以外 如果说我们要看经的话 以从 是不是念无量寿经 或者还有什么取大的经 我们需要 您看什么经啊 我现在在读无量寿经 嗯 很好 是夏老师汇集那本吗 对 这也是我们这个时候的一个很乎成的因缘 以前也没有啊 所以咱们这个中国这个无量寿经的注解 有单纯本的只有一本 就是这个隋朝的会员 唐朝的加强那一本没有单纯 但大葬里都有 我都从大葬里抄下来的 可是阿弥陀佛已经有很多很多主解 就因为没有好的本子 现在这个无量寿经老师这个本子出来 去年一年就在台湾印了二十万本 一年期间 大家 这个晋风法师告诉我 最近有人一天能念十二部 哈哈哈哈 这个很惊人了 很惊人了 一天他就这都是出嫁人了 一天念十二部也是很惊人的 他这个很长 那天念十二部 那就整天再念经了 这无量寿经 他这个就说 确确实实 这一部经是实实 我刚刚也写了一篇论文 就是赞叹这个善门啊 他这几位写出来 咱们这就是花眼镜啊 蝉眼就是蝉眼就是蜜眼 一切众生都靠这个来 所以你看一上来这个 十下末就会是赞叹阿燃嘛 你问问的好啊 哈哈 多不大的功德啊 将来一切寒林啊 就是一切众生 都因为你一问而得度啊 因为你一问 讲乎无量寿经了 就得得度了嘛 那最后 经都没有了 还这个经还留着 还有一百年度众生 所以在这个时候 才逛逛 将来就从现在起 一直留到最后 什么经都没有了 到这个时候 无量寿经还能光光 这个时候会有一个问题 无量寿经 他这时候人的智慧都这么差了 还能接受无量寿经吗 还应该接受浅一点啊 那这个经很难啊 原教的经啊 《法灭尽经》里就讲了 《法灭尽经》里就讲了 《法灭尽经》里就叫做《法灭尽经》 《法灭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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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五经啊 那五经都是应该读的嘛 《法灭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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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样我们看就更容易了 所以可以从这个入手 从原音法师的 现在就是这个 不会他经过上海吗 我已经有买到那一本了 这很好 还有就是那个醒安大师全法菩提新闻 全法菩提新闻这个原音法师也有奖励 所以我们要三倍往生就很想发菩提新 要一项专念 全法菩提新闻对我们很有帮助 我们一般也可以读 直接读也可以了 如果有原音法师的讲义 就更放心了 也可以给别人介绍 因为我们就有根据 原音法师这么讲的 我们就放心了 不会出错 你这样读下去很好的 这就是了不起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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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德 廉耻偶依啊 了不起的人物啊 这个因为我们不很远 明朝流还近了 所以跟我们的思想 我们还能接得上 所以读了非常好 这个另外也有些经验也可以读啊 我就我比较 进攻法师宽一点 他是非常专 我比较宽一点的 我比较宽一点 你不算金刚金啊什么都可以读 是吧 比较宽一点 荣慧 他的这个这个 就是自己这个思路啊 很开阔 他这个法法啊 他都是相通 都是讲的这一件事 就讲庐山吧 是吧 庐山横看成岭 则看成峰 是吧 那这个山 你这么看是一个长的岭 你这么看它是很大 那这么一个庐山 是吧 横看是岭 你这么看就是有山峰 尖的 那都是庐山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来帮助我们更深入的 从进度中的理解 啊 而且多一点 就和其他的同修 我们的共同语言也多一点 啊 大家可以互相讨论啊 这个 这个 啊 交流 心得经验 可以广一点 你看这些书 读诵大乘 竟然都讲了嘛 这往生的正音是读诵大乘 所以大乘今天都可以读 我说起来 是不是啊 当然要看你这个实践 你很忙 工作很忙 你已经读诵大乘去了 把你念佛耽误了 这就 又又又又不圆容了 是不是啊 所以你就是一定要保证 你的这个定课 那么保证了之后呢 我们还尽力的去读诵大乘 啊 啊 那这样的话嘛 我们的发菩提心 你又发菩提心又肯念 那不就万修万人去了 是不是 社会往生不就是这个条件 所以我们就是问你 是不是真愿意去 不是喊口啊 你真去做嘛 我那就是这两个条件 一个是医乡专练我念了 一个是要发菩提心 我在亲密研究什么是菩提心 那么我就要去发 一点点发起来 是不是啊 菩提心是 那我现在就要学自卑 大院士我是大院 啊 这个菩提心 啊 这个菩提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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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这个大家不是 啃心净土的人 我们就是 啃心佛的人嘛 就能广一点 啊 都应当是是是是 很自个儿要看中自己 我们一个共同的一个事业 就是说 要把这个政法的这个政府啊 要把这个政器抬头 不要叫这个许多多的啊 这个有很多冒充的 很多别有用心的 中共的在这儿的这个 这个无言仗计 对吧 我刚刚讲到这个很 我叫道理 正确的道理啊 让大家都很明白 这个信徒啊 就是说 现在这个 有很多人很很很肯做功德 拿出很多钱来啊 这个当然是 比那不肯拿钱的人强一万倍了 但是说是 这这都是所谓这个 人天福报 真正的就是要 要护士政法 你要把那个钱给的那个 他拿着这个钱拿去做坏事啊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就是说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就是说 这个这个 所以哪一度都不能没有智慧 好像说你拿钱给人布施嘛 你布施 离开了智慧 你也做不好布施 你这个这个这个 你手枪能给小孩子玩吗 所以我给你 要叫枪 你说我和慈慧我爸看给他 他打着别人打着自己都不得了 你不能对他 是不是 这要分别对他呀 是不是 所以你没有智慧 你做什么也做不好 所以我们要就是要 要梳理这个政法 每个人 我们从自己要求 从这个自己方面 十足无法的修持 因为我们独送大圣 慢慢地根据这个条件 我们所所所能够接受的戒 戒定会 受的戒就要很严格就很受 我不要去谈的好听 我就受了菩萨戒了什么 不要这样 我们是很要知道 能够像某一大师 他就退 退彼球戒 有些戒我守不了啊 这个从沙米戒 但是我们对某一大师 始终是非常恭敬 并不因为他退戒而不恭敬他 那这个印光法师赞叹呢 他做的这个要解 祝福都说是 释迦牟尼佛自个儿做也不能超过了 所以这个书大家都真是可读的 不管你信不信净途中啊 这个某一大师 九天功夫写出来了 这么精彩的一部书 是不是这个阿维陀庆住在第一 只花了九天 那是 那就不是是做文章 那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那经验极了 九天了 所以这些个法宝 我们还能够遇到 是很大的不期 请问我 我是初日文 我也不知道感受 净土中啊 还是禅中啊 还是天台中还是 是否是烧什么钟 是要看个人的本性 本性还是心得还是 心得还是 心得上说老实话 其实在印度最初也没有分这么多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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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来说吧 我也不是严格的哪一种 啊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 但是我们总之是 要对佛法 要一步一步的深入 啊 不是先去 我先认定的时候 我再去学 但是现在就是去学一学 当你发现 你自己最适合于什么的时候 啊 那么你再去认定 再拿一个地方深入 所以还先是有一个广学的过程 比较广泛的学一学 夏老师那个经修教的 是广学原位深入 我为什么要广学啊 就是为了要深入 因为挖一个洞 要挖一丈深 就这么粗 你就是一开始就这么粗 一丈深就挖不下去啊 做到大一点 挖一丈深 底下去长得粗一点 这广学就是为了深入 深入以后呢 一门就是修一门 一门就是部门 一门就代表一切 所以现在 不忙 直接说决定 不过就是说 可以供参考的一件 许许多多的法门里头 镜头终会比较稳当 但是镜头终会比较稳当 这个 就是说有很多要冒充 冒充 冒充是什么什么什么大德 他这个在镜头终的冒充很难 那个禅宗和密宗有些冒充很容易 这是特点 他冒充很容易 这禅宗他可以随便说 他说的毫无道理 你不知道他是不是造成不成 你也有得非常高深 这个密宗也是如此 他这个对于师父就绝对的信仰 绝对的要听话 你就办了诗之后 你就不许怀疑老师 他说很看毛毛虫啊 你现在那个镜头终 你的师父总要是得得要吃素 总要讲的故事 到经典的文章 总要搭得住来 他总要念果 你看看人家不对的时候 你就发现了 你又是不 而且我和这个镜头终 你不教一定要考个师父啊 他这个还有一个特点呢 那这些经论你就自己可以学啊 不像那个必须那个师父 那个师父不考你就不会 那个密宗给一个法本 师父不教你也不会 那就困难了 那师父你要找不对 就很不好办了 这说起来这个镜头终 他就是天经万论共执 而不肯依靠师父 你先从这个地方端正 来来来来 现在我目前是 初日门 我看了好几部经 像金刚经 没有法兰华经 我本人都在那修 这个监修 还有中国过去的那个念镜头的人 你说不念大悲咒 不念准踢头的人 也非常少 他至少还要念个往生咒嘛 绝对一点咒都不念大悲咒 很少很少 所以说太绝对了 也显得 也显得 很多很多限制 这是自然一点 一上来 这个就是 但是你要有一个重点 不要平均使用力量 那现在你还形成不了重点 你先这么修再说 将来你要自然而然地 选择一个重点 你比方说 将来一定念火为主的话 这个大悲咒嘛 就可以念 一天念三遍七遍 是不是 这就是那这个 无量寿经 和静佛号 这多修 准踢咒 也可以助修 一天年多少 这就是一个情况 这虽然是监修 但一口主有次 就是 以密宗为主嘛 那这个大悲咒 准踢咒 多念多念啊 那这个无量寿经 几天年一回啊 是不是啊 一天年极品啊 是不是啊 那佛号一天 就念了一转 那你这个净土宗 就变成辞要的了 密宗就是主要的了 这都还能往上 但是就是说 这个 都看个人的你这个 真实的发心 和你这个努力的 这个精进的这个程度 因为我 我其实本人 并不喜欢密宗 嗯 我这个念咒 就是靠近密宗 嗯 啊 啊 所以我 这面子我要念那个 经书 就是说念那个 无量寿经 或者念 没有法来法经 或者念 念经 多一点 好 那你这个更更清楚了 你这个还就是 啊 这个我们过去说 中国的 是传统的 佛教徒的修法 是 就是这样 我们都要做这个修法 啊 念经 念佛号 那还就再念一点咒 嗯 你看和尚大背十小咒 嗯 和尚上殿不就是 就是念大背咒 念十小咒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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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 呃 总之不要一下子先勉强自己怎么样 自己先修 然后之后 自己慢慢会行 发展发展发展 啊 自己能找到一个最合 于自己的一个情况 因为现在我有点慌乱 因为听了太多了 好像觉得 呃 要从何 开始 就是说 好像摸不到门路 因为 呃 呃 我自从听了 铁夫人讲了以后 慢慢明白了 经理以后 才知道有 原来有那么多中的 因为有 各种的那个 different 就是说 各种的 不不不不不一样 所以我 你说英文也不管说 你第一部分也不管说 哈哈哈 所以 所以就说 啊 哈哈 好矛盾啊 所以 哼 不想见 你这个这样 嗯 这个 这个 你看看这些经书 现在这个 这个 这些还是英文 你不读经啊 不了解佛教的经王 嗯 所以经书还是要至少 他读从大圣 大圣 大圣里头 你无量手经做基础 嗯 而且你又跟就 有一个基愿 和进攻法师来接触 可以跟他听讲 可以听他什么 这个情况 那么 那么 再用了 就是说 大圣咒 就是 每天念上 就是做干边 准体过上 做干边 啊 现在也不叫做 咋 啊 啊 就这样修下去 那我会不会 念得多久 走上秘宗那边 不会 不会 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 你念佛号啊 比如说你有 你百分之七十的时间 念佛号 百分之三十的你可以念 走 就是由兵主 兵主 兵主很清楚 我带我这个 这个 这个 大经节里头 讲这个一向专念 不是我讲的 古人讲的 这一向专念 就是有这种情况 就是以一个为主 别的做补助 还叫一向专念 所以你就是念点大悲咒 念一点这个 这个准体咒 你还是你这个念不量手经念不过 你这也还叫一向专念 啊 所以这个就 这个定义就下个快 他有三个定义 一个就是什么都不学 我就念不过 啊 这样是要一向专念 这个太严格 他也没有他也没有说 就哪个对哪个不对 就都可以 话就话说 啊 所以你又喜欢研究研一点 你喜欢宽宽一点 嗯 都都有 都各有利弊 就是这样子 哪一个来的成就最快 啊 哪一个来的成就比较快 啊 主要还不符 就我的看法 不是个方法的问题 还是个发心的问题啊 方法怎么都可以 啊 方法不是绝对的 就是你如何发心啊 你的见哪 所以圆人哪 修一天 等于普通人修一节 这就不是个方法问题了 那些是这个见解是圆的 你这一天的修持 和一个普通人修持 就是日节相悖 你他修一节 就跟你修一天 提供的一样 所以说这样子要算快 这个是决定性的 要提高自己的见 我有个问题 就是刚才那个吴太太问练佛 你说就是我们练 耳朵听 就这样练 那我们要不要数 数这个佛号呢 计数 要不计数呢 某一大师的话 拿起佛祖来计数 还是要计数 听只管听 计数只管计数 他是这样 你当你在办公室 在什么什么地方 你这个佛祖不能拿 你不要勉强拿 但是你要可以拿的时候 还是拿着佛祖 某一大师就拿去念佛祖来 那我们拿着佛祖 他这个拿着念佛祖来计数 有好多原因 一个是念佛祖有功德 还有就是说 若要佛不离口 先须诸不离手 他这个 可以帮助你 可以提醒你 所以他这个 你这个拿着的时候 他会 他有他的左右 而且 他一自个儿有约数 不然就是一滑 一滑 就滑几几 几没有了 我规定一天念一万 这个数目在哪呢 你没念满 那这个数目告诉你 没念满 你懂这是没念满 你说是不计数 那你就是被挤了 你也不知道 所以就是说 所以这个 也有人主张 不要拿念佛祖了 就是拿呼吸 计数 这都可以 这都不是绝对的 不过说起来 我们初下手 是以一个念佛祖 规定个数目 按照数目 作为定刻 这样修 稳当一些 他们拿这个数 补充了没有 不想喝 咱们就不想 再拿三本 都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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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个基数的时候 你是说是 练完 是练一粒 记一个数呢 还是说练完一圈 才算 就是说算一圈 然后只是说一圈 两圈三圈 这样自己老弟们就要记呢 他这里有好多好多种 像我这个就是一种 日本练珠 我这个练一粒 练完是一千 这个数字成法 我这是成法 成 我这是成法 一般呢就是 就是两串 就是另外一个小学 然后一个大个 就是成法 小的一串 小的一串 大的拨一个 就是成法 然后小的是六十 大的是十八 但是这样会不会 念的时候分得行 因为你要小的时候 要拨个小的圈 你就是这样很明显 很明显 很明显 自然而然它就是 就好像女人打毛线一样 一边可以谈天地 一边可以照样织毛线 所以这个念佛祖 没有问题 你不要发现就看它 自然而然就回过 那个毛线很菩萨都夸样的 都打不出来了 他真有这个能力 五官病用的能力 现在还是很多人有啊 不过五官病用 几官病用还是有 有那个逮捕 他这个手看他的脉 他这个手看他的脉 嘴里说 刚才看着这人的方子 他是什么什么 别人给他做记录 问下个人的病情 你怎么样 您还是不舒服 关几个人的事 谁就说这是他的病 这是药 而后呢 是他 他的 这有什么情况 手的摸是怕怎么来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听了有人讲说 念大悲咒的一定要吃素 否则是不灵 是的 大悲不但吃素 而且是寸丝寸毛都不可以啊 所以一个老局势 他一瓣瓣瓣瓣 一瓣瓣瓣 他买螃蟹沙串 这严格说起来 是皮鞋了 丝绸啊 这些东西都不能穿啊 羊毛可以是 羊毛没有杀生 是不是 羊毛 羊毛就是 这个羊毛 剪羊毛 就是说 可不可以 现在就是这样 这个吧 所以就是说 这个喇嘛他们 西藏的喇嘛 修观音法 也是要吃素的 所以大悲咒是比较严格 所以如果说不吃素 念大悲咒就没有用吗 不是说是没有功德 就是不圆满 应当吃素 那绝对不能杀生啦 你还要吃活鱼啊 蒸螃蟹啊 你这样念大悲咒 那就是 我闭点也都不慈悲啦 我那么大悲咒 小悲也没有啦 有的时候嘛 这个 反正就是说 我们总之说 我也是非常通情达理的 是吧 所以看根据情况啊 所以说实在不方便 对吧 也不要那么 必须要刷锅 什么都弄掉 我才能吃 你炒完荤菜的锅 就不觉得炒我的素菜 家人都很麻烦 也弄得复杂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圆融一点 就是我们体会一个精神 这是大悲观音 悲悯众生 我们要念这个咒 我们就要学到这个悲心 所以因此就是 不能再顿脑海众生的事了 现在对于这个 这个保护动物 他们对于这个贵妇人 穿的皮大衣都在抗议啊 是不是啊 就是这个吧 那我们现在的大悲咒 穿个皮大衣 那还不如他们那个 保护害护动物的呢 就是这样 对这一些啊 就是说 不要去追求那一些 不然现在你的毛衣还可以 不可以穿呢 我看上去还是可以穿 你已经买来了 穿的 还是可以穿的 那真正按照借的话 是不能是不是 毛衣 倒也没有 倒也没有 还没有这么严格 还没有 我真正在经本上说的这个话 寸丝寸毛都不及 像皮大衣 是有这个话 话是有这个话 所以就很严格 所以因此呢 这个念 这个 这就说到这些咒了 大悲咒严格 那么怎么去缓和一点呢 那就是六四大明咒 六四大明咒 就是大悲咒的咒心 那六四大明咒就缓和多了 再要缓和 就是准提和绿度母 准提和绿度母 准提和绿度母就讲明白了 你家里有妻子 你喝酒 吃肉 都可以 准提就讲明白了的 六四大明咒 还有这个绿度母 这些咒 那就是不限制 反正也是普度 你说众生 还有的众生 它就是 它食肉类 它食肉类 还有这个空中有的夜叉 还有它吃人的 它吃人的 以人为食物的 释迦坊那佛怎么办呢 释迦坊就跟他说 你要吃戒怎么办呢 它要不吃人 它就没法活呀 我就准许它吃那个 马上就要死的人 罪恶极重的人 你说是怎么让它吃人的 它就是这种动物 你就怎么办呢 就是 所以就是 就是很圆活 所以我们就是 总是要护持我们的慈悲心 不要去 有意的去 腦乱众生 那已经人家都做好了 织好的毛衣 这样我们穿一穿 也就是这个 年月大美洲也可以嘛 你还有啊 还有啊 我再跟你说一句 你给这个羊虎一样 我念了他们的功德 那羊他们都得到好处 因为我穿了他的毛在我身上 我念了之后 这功德他也有 那这样就很圆容了 这等于加倍他了 所以我们就是活的 不要把这个 还是悲心 那他的问题怎么怪 那就是一个奸 所以密宗 就讲这个奸 大圣佛法都是一样的 而是间谍很重要 你这个很很执着 这个发心 这个讲到这个发心 那个行安大事 他不讲的有八种情况吗 有的是邪 有的是正 有的是真 有的是假 有的是大 有的是小 有的是便 有的是圆 要发起了圆心 那跟那个小的比 跟 那邪跟假就不要说了 那是反面了 跟那个小的比 那就是圆人 就是一天 等于那个发心 小的人一劫啊 一劫多少万年下去了 就差这么多 所以我们慢慢的 我们要 为什么刚才说 讲文书 就是提高我们的劫 所以文书是 就回到这个问题了 法王长子 七伯之师 那不快啊 所以我们都学习大声 然后就学习博热 之后这个见地 圆明圆通 无碍 有很多人呢 一学点理论 他反而增加了所知障 又成障碍了 这个又困难了 所以我们一方面学一方面 不叫做成所知障 你知道吗 就是什么 这个 这个 所以很好的 很好的 像这些信件 我们 照见五云皆空 是不是啊 这一句话来 我们应该怎么继续学习呢 我们就真要把这些 要看着它 是空 不是这是我讲得很好 我能念就算了 而是真要看到 这个一切 淋浴啊 地位啊 成功啊 失败啊 顺利啊 这个阻碍啊 这种种的 都梦幻跑影嘛 都是空嘛 所以因此你这样 你都是这样的话呢 你也就平等了 你也没有那些缠络 你也没有那些个苦恼 幽悲都没有了嘛 你心就清净了嘛 那你心的清净 在清净的心里来修持 那这一念的功德就殊胜了 因为咱们现在是 为什么念的有时候 功效不明显 心太奔心了 太乱了 它要集中 就自然它就殊胜了 所以我们那个 太阳镜 你要是一聚焦 就可以烧东西了 火它就点起来了 还是那个太阳啊 但是经过它聚焦 它就集中嘛 它的力量就出来了 都是分散的 那么它就 要是太阳 平常就要烧东西 我们都活不成 它就是分散的 所以我们学会 慢慢知道 这个自想就聚焦 集中了 就出家出家 那么这个不是勉强的 有什么方法 是自然而然的 就是你把这一切 所以你都放下了 所以这个念佛就是 万元放下 一念单题嘛 万元都把它放下 就提这一念 所以这个金刚经理就在里头了 万元放下 就是无所助 一念单题就是生其心 我提这一念阿弥陀佛 万元放下 什么什么事情 什么什么 工作呀 什么什么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钱哪 啊 不就所有这些东西 都把它放下了 没有什么可想的 无所助 一念单题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一念 这单独的提出来了 我这心是生的 心都没有锻炼 所以这个净土法门 就是好 就好在这个地方 这个无助生心 要到地上的菩萨 才能够做得到的事情 但是由于你念佛这个法门 它这个巧妙 像阿弥陀佛大悲慈悟大愿亡就在这儿 使得谁都可以暗和道不知不觉 你就是和虎无助生心了 我什么都无所助可是一句阿弥陀佛自己念自己听清楚说 就暗和道不好 这功德就不可思议了 这为什么说 咱们就是一个法门 就念这么几十年一下子 有的人还没念几十年 几年也有 有那几个月都有 真诚用功的几个月都有 就往生了 不但人往生阿 就是这个老鼠什么种种 都往生阿 这夏老师这老鼠就往生阿 他闭关的时候 哦 不早了 讲完这个差不多了吧 讲完这个老鼠 我就当立大 谢谢 华丁佛大悲 你还要走 你还要走 我讲完这个老鼠 好 这个老鼠老鼠 这个 他是闭关 他这个就是 穿着鞋 也是合着的鞋 这个念佛念了 这一段时间就站起来 穿着鞋 就饶佛 饶了一阵佛之后 又脱了鞋 坐上 盘腿 这个都是避免 都是要交换 要换一换 这都是一种方便 你老绕 就太累了 老坐 太绝绕运动了 有意思是个什么事情呢 一个老鼠 当夏老师饶佛的时候 他跟着过去饶 夏老师回来之后 起来坐了 把两个鞋搁在这儿呢 两个很大的鞋 端有个空子 老鼠就在两个鞋当中 坐在那儿 然后再起来 你这样一走 后来跟着就走了 你一坐 他就坐在这儿 而那一天 自己起来了 看老鼠没有跟着自己走 哎 他竟然怎么没跟着 他就说 你怎么着 叫碰碰的 就意思说 你跟着 我跟着 他不动 再一看 已经往生了 坐在那儿 两个鞋中间 他往生了 你看 这个 他就说 往生可以不信 就是 这是我们给编的 你认为的 我都可以收尾 总之 每天 他跟着饶 跟着做 这个事实 这就很舒适 是吧 这不是 没有吃的可吃 也没有别的东西 对呀 你一起来念佛 跟着你饶的 跟着你饶的 你坐呀 念佛的 坐的 跟着你坐 这是事实吧 他做了就是往生 这个事咱们没有证明嘛 但是这个是事实 这个事实就够说明问题的 你可这就说明了 说今天做到这儿很好吗 您老鼠都行 咱们还不行吗 是不是 咱们都极乐世界见面吧 好 谢谢 谢谢 阿弥陀佛 谢谢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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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这不谢谢阿弥陀佛 这不错 我说给你 你也没得到 你怎么办 你开启 那不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